我去江陵聊天 长辈们开心和朋友打招呼 散发出满满热情 他们是新店分局各住店服务的志工 平时默默复出 勿求回报 因此分局特别在重阳节 表扬这群充满服务热忱的 引发志工 最年长的受奖者 是这位高龄88岁的董爷爷 在压力没时间呢 砍个宝质了 砍个杂子了 当志工以后 接触很多人 说说小小 心情很愉快 另外这位82岁的志工 简伯一昧 平时在屋来分住所服务 他认为在警戒担任志工 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因为不仅能保持头脑灵活清晰 还因此结交到许多好朋友 让他的生活更充实 很快乐啊 都是警察 那个警察先生 他们都很尊敬我们 其他我什么都做 看需要做什么 我就下去做 利用这样的一个 从阳敬老一个活动 当然就是说来鼓励他们 谢谢他们 就是真的是 终生在做付出的这个事情 新店分局共有324名志工 平均年龄大约68岁 有些长辈一做就是20多年 持续不懈的服务精神 和付出年轻人的热情 确实成为警方的好帮手 也让社会更美好 凯博大台北初恋新闻 网三星 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